非常感谢各位观众对我们智能真空风口机的爱戴 在网路上引起非常多的回响 那今天要帮大家整理一下 有哪一些状况没有办法抽真空呢 首先第一个 我们的带口一定要对齐真空式 你可以看到我们真空机里面呢 有一个黑色泡棉围成圈的 这里面呢就叫做真空式 不知道对齐哪里没关系 这里有三个塑胶的杠杠 我们把带口对齐之后呢 拉整 这样子盖上去 就可以顺利的抽真空 而且封出漂亮的风口 第二个呢就是不要放 汤汤水水的食物 一般我们的真空袋呢 里面放没有汤汁的食物 甚至是带有腌料的食物 都没有问题 可是如果说今天里面食物 就是汤汤水水 里面放鸡汤放排骨汤 抽真空的时候呢 真空机会把里面的汤汁 全部抽出来 就会变成你的真空机在抽水啊 所以所以在挑选食物的时候呢 要注意太多汤汁的食物呢 就直接封口保存即可 那第三个呢 真空袋要怎么选择 市面上看到的真空袋呢 一般分为两种 一种是有纹路的 另外一种呢 是像这样子平滑 没有纹路的真空袋 有纹路的真空袋呢 上面的纹路可以增加 真空袋的火擦力 所以真空效果就会更好 我家里的是没有纹路的真空袋 一般的加油真空机呢 没有办法直接抽真空 但是如果单纯只是要 拿来封口的话呢 也是没有问题的哦 以上这三个问题呢 就是观众最常遇到的状况 如果这三个问题 没有办法排除你 没有办法真空的状况的话呢 欢迎跟我们联络 那也希望各位观众呢 可以利用我们的智能真空封口机 节省冰箱里面更多的空间 甚至是让你的食物呢 变得更美味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